超人力霸王 今年角色 站在门口迎接粉丝到来 走进展区大型扭蛋机 抓住大小朋友的目光 人气角色一字排开超吸机 还能体验贝利亚之爪 蛮特别的 然后就还可以拍一照 算比较有纪念价值的感觉 我觉得就跟他的大扭蛋机吧 原来那个蛮特别 蛮大一个 超人力霸王55周年 在松烟办展览 有五大特色打卡区 还有750种周边商品 除了文具用品 抱枕之外 还有55周年纪念餐具和胸章 T恤跟口罩 短短实贴 吸引近7000人 对他喜欢超人力霸王 他都认得一些 就是角色的名字 对对对 然后就想说带他来看看 疫情期动漫迷 无法出国追星 但是还是有很多展 办在台湾 像是初音未来联名咖啡 就是以角色皮亚扑勒为发想 推出意大利面 炖饭以及角色专属饮品和甜点 吃饱了还能买周边商品 抱着徽章 应援毛巾和立牌等 通通空运来台 1 2 3 至于小小孩 也能看看人气贴图 游戏和三里游家族主题联名快闪电 6米高的超巨型气球 忍不住拍拍照 还有超过20款的联名商品 让家长荷包失手 我觉得跟遗忘的 就是展览不太一样 它的充气还有一些摆设 跟旁边的装饰 就还蛮多可以拍照的地方 随着疫情趋缓 中和环球业绩回升到四成 超萌授权展览 也替9月份的振兴券提前先引申 TVBS新闻装全身奖乐斗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